大家好,這也是美美烏宇 這部影片要來分享黑神王悟空的畢業流派 我稱之為無敵不死流 或者防禦力高達600 還有遊戲最高上限的80%傷害減免 除了之外配上無限回血和5條命的復活機會 想死都死不掉 這部影片要來詳細介紹流派配點以及裝備推薦 那就能夠輕鬆體驗到無敵不死流的快樂哦 無敵不死流的核心在於防禦力和傷害減免 防禦力穿上全遊戲最硬的大力套裝 就有了500以上的防禦力 以及半血以上的霸體效果 放什麼招式都不會被打亂 能正面硬剛敵人的招式 不過相比於防禦力 高中幕後更重要的是傷害減免 因為遊戲中的防禦力超過500後 下衣便會降低 如何增加傷害減免更是關鍵 這套流派減傷的核心有三個 第一個是清甜葫蘆喝酒 第二個是施放安身法 第三個是立棍的切手技風雲轉 這三個招式輪流施放 便能有高達到80%的傷害減免 正面吃下所有招式也不會死哦 清甜葫蘆的特性是 每30秒自動補充酒量 只有一口酒 利用這個特性 买搭配蒸丸博山爐的引進葫蘆效果 便能實現喝酒後 常駐15%的傷害減免效果 而安身法則是待在火圈裡面 便能獲得20%的傷害減免 除了之外還能恢復血量和累積棍式 屬於攻守兼備 最後風雲轉就是轉轉轉 內根的切手技只要長按重攻擊 便能消耗氣力無限轉 這過程中也有20%傷害減免 並會迅速累積棍式 是攻擊的好手段 有了80%的傷害減免還沒完哦 最後還要搭配二週目星學的法術救命毫毛 能夠獲得一次復活機會 而許多人不知道的是 救命毫毛也適用於10元變身 變成10元後也能有一次的復活 也就是說總共多達4條命 要是再吃個九轉還魂丹 更是有5條命啊 硬得誇張的同時還死不掉 容錯率非常高哦 但是在使用1000赫充順暢連鎖的戰龍手把 操作更能夠瞬間傳遞 每個按下的按鍵都能夠立刻給出反饋 精準按出所有的招式 這款戰龍手把不只有靈敏的按鍵 還有強大的多功能性 手把上設有連發模式 只需要按下中間的Table按鍵 就能夠一鍵輕鬆連發 操作簡單好上手 手把後方還設有映射備鍵 可以透過電腦應用程式來自訂 設定自己習慣的按鍵到背板上 使操作效率翻倍 在手把握桿上多處設有繁華細密紋理設計 符合人體工學 只能長時間使用手把依然舒服 細節上的用心也完全不馬虎 而且戰龍手把使用三段式板機設計 不管是射擊遊戲 賽車遊戲 球類遊戲 都能自由切換想要的板機模式 滿足不同遊戲的需求 讓黑神王悟空的棍花更好按 更容易使出來 來配非對測式的雙馬達震動 帶來增加遊戲代入感 提升遊戲體驗 戰龍手把支援PC以及安卓系統 不管是有線藍牙或者是2.4G無線模式 都可以根據需要使用不同的連接方式 現在只要點擊影片下方美美物語的專屬連結 就能以1399的優惠價格入手哦 而且要體驗賺了無線手把吧 接下來介紹這套流派如何分配天賦點 首先是必要點出的技能 立棍的風雲轉和撫養 點出這兩個就可以在立棍模式下 按下輕攻擊加重攻擊使出風雲轉 並在轉的同時獲得20%減傷 為了增加傷害還可以再點出棍法最左邊的牌的通便 增加風雲轉的傷害 以及點滿同一排的撞懷 如此一來就能在消耗棍式的時候 順便恢復血量了 另外一個重點回血的方式是安身法 而主要的回血手段同時也能減傷 並且推薦全部點滿 而最下面的五怪五敗見仁見智 因為這個天賦點出來後 會使安身法消耗的法力增加 但只延長短短5秒 如果法力不夠用的話 可以看狀況全得不點哦 然後二周目解鎖的救命毫毛也要點滿 不只天命人可以出發 被身後的食人也會觸發 等於有兩條命 還有機率觸發不消耗獲得更多條命 最後是根器 一劍欲的不生不滅推薦要點 分明毫毛觸發後可以提升傷害 以及蛇腸絲的變長百草 大幅增加久的回復量 以上幾個是一定要點出來的天賦 其他的就見仁見智 這也再補充幾個好用的 特劍體斷修行的防禦力和蝕蕾蕾的被動 增加防禦力的同時也增加攻擊力 其他的點數則可以再點到體斷修行 增加基礎數值 或是根據自己的習慣玩法 點出更多例如輕攻擊 滑滾等不同的攻擊手段哦 接下來是裝備推薦 裝備選擇落地大多在於 提高防禦力以及傷害減免 首先是大力套裝 是全遊戲最硬的套裝 湊齊兩件的話 受到傷害後短時間內 少許增加防禦力 湊齊四件則不能再觸發閃身 但生命過半時獲得強硬效果 變得不容易被擊飛 如果這個強硬效果 在使用輕棍和風雲轉時 更加不容易的被打斷 另外大力王面還有一個獨門妙用 效果為受到傷害時獲得少許棍式 若此時天命人處於強硬的狀態 還會獲得更多棍式 名字常常挨打就疊滿棍式 武器推薦混鐵棍 效果為按照防禦的一定比例 增加攻擊造成的傷害 在大力套裝的加成下 可以使攻擊力高達200多 在狠硬的同時也能造成不錯的傷害哦 而法寶推薦帶定封珠 被動增加2%傷害減免 主動施放的話還可以有20%的傷害減免 並且也是個打斷敵人招式的好用法寶 進步推薦帶上地摩叉 它的效果為說到傷害一定時間內增加10%的傷害減免 其他的推薦帶日金屋、月浴土 或是裝備可以提升3%傷害減免以及3%的傷害加成 最後葫蘆推薦青田葫蘆 知識解鎖全隱神圖後可以和身後購買的葫蘆 雖然只有一口 但是會隨著時間緩慢恢復葫蘆用的神酒量 時間一到就能喝 和蒸完博山爐是完美搭配 做的話敬人見智 但需要更多回血量或是增加傷害都可以 炮酒屋推薦搭配森羅琼牙 飲酒後在一定時間內增加10%傷害減免 其他的炮酒屋可以選擇寫起子 飲酒後在一定時間內小許延長下次安身法的持續時間 最後分享下我使用這個流派的戰鬥心得 戰鬥中的葫蘆酒有就可以先喝 喝了酒後因為有吃完這項炮酒屋的加成 並有高達45%的減傷率 而且因為青田葫蘆的機制很特殊 你30秒會自動回滿 這30秒不是從喝酒才開始算 是有固定的刷新時間 到點了酒會自動補滿 所以建議有酒就喝哦 戰鬥操作上因為有大力操作的大體效果 血量只要超過半血以上 招式都不會被打斷 所以輕攻擊可以直接按滿五段 風雲轉也能直接轉轉轉 想怎麼打就怎麼打 變成無雙模式的感覺 血量沒了或快死了 就可以按下安身法回血 在火圈裡面不只有20%減傷 還會補到回血和回棍式非常強力 只需要注意安身法因為魔力消耗比較多 一場戰鬥能放的次數有限 要挑死機去放哦 因為棍式很容易疊滿 如果有效應用棍式來打傷害也很重要 可以使用我之前分享過的小技巧 身上帶上銅頭鐵壁 順利格擋掉敵人的攻擊後 立刻卸上銳棍的重棍 即可一瞬間消耗所有的棍式 升升到最高點 並超快速會出蓄力重棍 而且因為是接在銅頭鐵壁的後面 敵人會被震出一個小硬直 所以說這下蓄力重棍基本上是必重 算是個蠻實用的小技巧 可以利用這招很有效的消耗棍式 令我們另打出傷害哦 最後分享一下實用配身的操作技巧 實用的技能基本上都沒什麼用 不用按火拳、通通鐵壁等技能來浪費棍式 針對中只需要掌握輕攻擊接重攻擊的9級 類似切手機來消耗棍式 9級是實用最好用的招式 可以打出硬直控制Boss 使用9級後還可以再按一次重擊 消耗一個棍式 往前再揮一拳 只要熟悉輕重重的攻擊連招 就能夠用實用打出不足的傷害哦 那以上就是黑群和悟空的無敵不死流的介紹咯 如果還有影片的小小幫助的話 歡迎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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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有各個的小款的內容哦 你們再來掰掰